佩玲倫 大家好 我叫佩玲 那同樣 玲是沒有雨的玲 所以很謝謝我媽 我從小到大結了很多筆劃 然後 在講到投入農村的故事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從自己的小時候開始說情 那可是很不幸的我真的是個道地的台北人 就我在台北出生 然後我高中念中山 大學念政大 我還真的沒有離開過台北 那我到底為什麼會踏入農村踏入土地呢 頂多就是以前過年的時候 回到雨嶺老家 然後踏踏田 可是那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 我真的開始走入山林 其實是我大學的時候 那時候我加入登山隊 然後又加入腳踏車社 有道路的地方我就用腳踏車 沒有路的地方我就用雙腳臂 就是手腳臂用攀爬的 那最印象深刻的就是 我走過十三天的丹大縱軸 那丹大縱軸在哪裡 它就是中央山脈最偏遠的地方 我去到那邊真的是美水美墊脫離文明生活 可是看到了台灣最漂亮的地方 為什麼它漂亮 因為那邊沒有人生活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它有多美 那我在那幾天的時候 我也是真的是親眼看見 親耳聽見土地哭泣的聲音 我真的看到山風 然後我真的看到就是大地就是暴雨過後 路是怎麼樣的崩塌 台灣山林現在的土質啊脆弱 然後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覺得其實我心裡是很 就是內心其實是很多的很難過的 然後我也是很想知道說我可以為它做些什麼 然後 沒關係 然後我中間那一段是其實我有兩次出國遊學的經驗 有一次是跟算是學校有合作的單位 然後三選四十位台灣學生 就台政清教的學生去到Stanford 然後後來我自己一個人又到過英國 那很多那時候我們一起出去的夥伴回來都覺得 哇 這邊好好喔 我不要回台灣了 我以後要出國念書 我就在這裡待了 可是我覺得我回來之後 我只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想要更了解這個地方 我想要更認識台灣 然後每次人家跟我說 你從哪裡來啊 然後我說 oh I'm from Taiwan and then 然後我還可以介紹些什麼嗎 我還可以讓他們再了解台灣什麼嗎 甚至他們常常會問我說 oh part of China 或者是 where is it 之類的 對啊 然後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我本來念的是教育 那我第一學期我就對他失望了 因為我好不想要成為 我好不想要成為一個 就是生權主義的加害者 可是我那時候我都跟大家講說 如果我不要教數學 例如說什麼功名啊 什麼那種我願意教 可是如果說是教那種 我要為了成績努力的話 那我覺得那算了 我不要當老師 那我第一學期我就很努力 我就是考書卷嘛 然後就是雙主修行文 那時候我進入到新聞 我有很大的理想跟憧憬 我覺得我那時候給自己兩個約定 就是我希望會弱勢發生 然後讓美好的價值被看見 那是我那時候給自己的約定 然後呢出了社會 沒關係 這個先留著 出了社會 發現這兩件事情實現了嗎 完全沒有 因為其實媒體大概就是 廣告嘛 可以這樣子講嘛 然後 我覺得我在為有錢人說話耶 然後我所說的東西 我自己不一定認同 或是我推廣的東西 其實我不一定覺得有價值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我忙碌辛苦了一整天 我產出的失血垃圾 對 然後就在我 我待過網路媒體 也待過報紙雜誌 然後就在我這對媒體界好失望喔 我覺得我這麼熱愛採訪寫作 可是我已經找不到 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我可以持續下去的動力了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獨立媒體學院 他們開始找第一屆學生 就是環境記者朱淑娟啊 還有上下我創辦的小菲他們 還有陳生俏老師 一些對台灣媒體 還有一些想法的人呢 他們就辦了這樣一個學院 然後他們那時候是有徵選的 就是徵選了20位學生 就是我開始覺得 原來我還可以繼續走在這條路上 這是我在田裡面 用中根基的時候 對 我發現你不會用這個 對啊 然後要怎麼弄呢 我幫你 我幫你 我們就說下一張 然後加入獨立媒體學院之後 我還真的就成了一個獨立媒體人 然後在這段時間 其實還蠻特別的是 我有機會開始到一些台灣的農村 短暫的一些 算是工作吧 就是都是一樣做兩件事情 就是採訪跟寫稿 這是我們那時候有上 上週 然後真的開始踏入土地的時候 是有一次只是想要去拜訪賴青松 結果沒想到就被 在寒流的天氣裡面就被拉下田了 因為旁邊那一塊田就是老農 太老了 種不了了 然後很希望年輕人來種 我們也沒有說我們要種 可是就被拉下去種了 然後從此之後就開始 一直有機會跟土地接觸 我那時候待了大南埔 然後又去了美農 後來又到了新社 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這些農村都是有山安包圍的田 我好像都進入台灣 數一數二美麗的農村 那一直做自己所喜歡的事情 這我覺得關於在農村看到的一些 腳踏實地啊 真誠啊 興潤啊 簡樸啊 我覺得這好像就是我所認同的價值 那農村他們是弱勢嗎 他們是啊 農夫沒有錢 他們沒有錢買廣告 他們不能像房仲業 騎車業 出錢 然後不斷地曝光 炒土地 那 可是農村同時 我覺得我在跟土地接觸 在跟這群農人接觸的時候 我有感受到人與人之間很真誠很可貴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原來農村可以實現我當初對自己的兩個願定 包括我剛剛看的那個焦點的精神 我也是好想哭喔 就覺得在都市裡面有人對你伸出援手 然後有些人 就是我看到他們的表情是驚訝的 就是這個真的在我們都市這麼難見到嗎 可是人是渴望付出的 我一直相信 然後 這是 再下一張 就是我去年的時候有投一個夢想幾杯計畫 那很幸運的就是有當第一名得主 所以我就在新社待了一段時間 然後幫他們出了一本書 然後我今天又有帶來 然後我還很認真地寫了我自己的下一個出書計畫 在寫完這個新社的書之後 我開始其實慢慢地跟台灣一些主要農業的雜誌合作 然後還有一些網路媒體 然後現在也跟一些地方在創辦刊物 然後也會投入一些我覺得跟自己的理想蠻接近的媒體啊 單位跟他們合作 嗯 然後再下一張 嗯 我自己之前有一直有一個夢想 就是我想要再出下一本書 那一本書是想要尋回台灣 然後介紹很多打工換宿的農場 然後希望可以讓更多人來到農村 體會我曾經體會過的 那當然我也想要加入一些當地比較特色的 人文歷史建築啊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去到這邊這只是個觀光景點 那除了觀光景點之外呢 除了這些人造的東西之外 它是不是過去還有什麼故事可以訴說 或者是介紹一些有理念的店家 有些獨立的書店他們賣一些 他們有想法 然後或者是一些友善耕作的食材錄菜的餐廳之類的 就很想要把這些東西帶進去 然後到今年 再上一張好 到今年6月15號的時候 當初一直都是自己做 自己喜歡投入 然後也用我喜歡的寫作跟採訪 去做我熱愛的事 很幸運的是我 今年初的時候參加一個課程 然後遇見了一群夥伴 我們有13個人 然後他們對農業都是從零開始 那時候我就引發他們說 那我們一起來為台灣土地環境做些什麼吧 就傻傻的大家 從零開始就這樣跟著我一起投入 我們那時候6月15號 我們就在松山菸廠辦了一場 有三根座守護台灣的活動 那時候本來 其實很多的堅持耶 因為本來他們想要邀祖父聯盟啊 或是棉花田那類的 可是其實我一直想要幫助的是小農 因為我知道就是在整個結構裡面來講的話 大型通路上他們 他們幫助的其實也是大財團 像波台銘那樣子的 可是我覺得要 我有支持更多小農投入台灣的環境土地 才可以變得更好 所以那時候我們邀了十多個攤位 然後辦了首座區 演講 然後又請人來歌唱 就做了好多事情 然後吸引了一千多個人 然後大人小孩這樣子 然後我們最後 因為我們有賣票 然後有拉贊助 我們最後還有十九萬是可以兼給綠毛 對我來說 其實這個嘗試就是一個里程碑 讓我看到說 其實團隊的力量真的可以很大 一群人聚在一起 我們可以做更多 那我心裡就一直覺得 既然我們十三個人有辦法做 那我如果持續做下去 我還可以再做什麼 我就一直好想要繼續走下去 這就是我覺得 曾經經歷過的真的都不會不見 然後後來我到八月九號的時候 台灣黑熊子 我們也是繼續在動物園擺攤 然後說我們設計了很大的骰子 然後玩大富翁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的小朋友來 那我真的覺得 這是一條不會停歇的旅程 那也許我們的故事才真要開始 我想說的是 我真的會一直走下去 那我們現在主要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包括我們有粉絲業的經營 然後接下來我馬上會辦一個活動 是有點招募友善跟做守護台灣的 志工寫手 然後我們是可能會送一些有機米之類的 做一些小獎勵 然後也會辦一些產地旅行啊 那讀書會我也會持續在做 然後接下來可能會想要設計一些教案 包括要推廣台灣的當令食物啊 然後食材 就是做一些友善環境 友善工作的教案這樣子 然後可能也會再辦一些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就是誰有什麼特長就把它拿進來 就說他喜歡攝影 那我們來辦攝影展吧 你喜歡音樂 要不要來農村做一首歌啊 然後之類就很喜歡把大家都拿進來 對啊 那我覺得真的是未來 在這個子題下面 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很多 那也邀請就是 對這個禮遇有興趣的人 可以跟我一起來 謝謝大家